HELLO 大家好,又是我 今天就跟大家玩一隻...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港版 港版版裡面還有不少人畫了很多出色的作品 今天就跟大家玩一隻手機遊戲叫做西遊 很幸運,現在就獲得官方的邀請 就是優先試玩 都應該相信你會聽過西行機 這次玩的手機遊戲也是有西行機的正式授權 所以是正版授權 我們不要說廢話,馬上看看這隻手機遊戲究竟是怎樣 好了,進來遊戲的大廳 如果大家一說到西遊的話 一定就是去取西京 但這次的作品其實是顛覆了整個西遊的原著 所以這款遊戲就不是取西京 反而是說要還一本西京回去 如果大家一直都沒有看這個作品的話 其實大家玩這款西遊的手機遊戲的時候 都會知道究竟它本身的劇情是怎樣 因為這款又是100%還原回的所有劇情的發展 先讓大家看看我的陣容 我的陣容是超級超級平民的 大家沒有貨任何金都可以組到我這個組合 為什麼呢? 首先我自己的角色 其次就是這個龍人天羽手 再加上一開始也很快就會送給你的白狼 現在基本錄了,龍雲鬥器 他跟白狼一起上陣的時候 就會有攻擊的加成 但我覺得有一件事挺特別的 就是這個合擊技能 只要白狼和天羽手 一起出現在陣容裡面 打人的時候就會用這個合擊技能 現在這個賬戶的進度 完全沒有貨任何金 只要大家打到我忘記是第四張還是第五張左右 打到他每一個位置 當你贏了之後 他就會獎勵你一個十年抽 我就辛辛苦苦忍了一個十年抽 就是為了拍片這一刻 就事不宜遲一下 看看究竟有什麼角色我們可以抽 從中間多蓮花 召喚 看看圖鑑 金色雲象暫時只有兩個 所以應該是超級厲害的角色 還有一個蘇伊 蘇伊是一個天靈 天靈是否去過種族病 她是一個很漂亮的姐姐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蘇伊是一個很漂亮的姐姐 但另一個金色雲象 反差也挺大 就是這個寮記 寮記是一個彈 但我覺得我們不要把目標 放在金色雲象裡面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挺非洲的 那我們就抽紅色雲象 紅色雲象應該都是很厲害的 大家可以看到 紅色雲象在這一堆裡面來說 我一定會想抽悟空 因為悟空真的很帥 因為悟空真的很帥 超帥的悟空 不知道大家留意了 除了悟空之外 魚萊 魚萊 我都猜不到 是可以帥到這樣 和大家熟悟的魚萊 真的差很遠很遠 然後讓大家看看唐三藏 唐三藏 會不會太帥 這個是唐三藏 你不說的話 以為他是一個很能打的人 那樣的應該都挺能打的 而且你會看到 他和悟空也有合擊技能 好 事不宜遲 那我們就馬上抽個十抽 看看我們今天的運氣如何 很緊張 金色就應該不中了 紅色應該也有份 正光十抽大家看 真的有個紅色 沒有發光的那些應該是差的 差的 好了 五慈龍王 完正 深淵妖怪 古小月 藍色這些品質差的武將就不要理他了 好 我們先開了紫色 看看紫色會開什麼雲章 喂 什麼事啊 紫然金剛 不行了 不想要 紅色這個 雪夢 來了 嘩 唐三藏 來了三藏卿 沒理由不來悟空卿 對不對 好了 我們馬上把三藏卿換上來 大家聽到這款遊戲 你一開始都可以選國語和粵語 所以他支援了全廣東話的語音 我還可以看三藏卿的招技能有什麼用 三藏卿支援真正的道德心經之力 敵方三個前排就被這個心經之力壓制 所以造成155%的物理傷害 額外也會增加30%的傷害 如果目標處於這個惡靈前身的狀態 造成的傷害是會額外增加到60% 但是惡靈前身的狀態怎麼有呢 是抽多一個10抽 因為我辛辛苦苦味都存到2700石 只要2780石又可以再來一個10抽 看看我們有沒有機會抽到五孔回來 來一個基本組合 紅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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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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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 只要我一直都不中,原來這個碎片就會慢慢累積 累積到400個的時候,就可以馬上獲得這個角色 哇,就是隨便幫三藏兄突破一階 大家記得嗎?他的戰鬥力已經去到九萬多了 但我看前面那些,升得這麼辛苦 才只有五萬多,四萬多,四萬多 那我們就放牛小妹上來吧 那究竟怎樣可以不放這麼多金的情況下 又可以大量獲得這個零石呢 例如我先按冒險這裡 你會看到冒險這裡,其實已經有很多東西給你玩 但只不過現在我等級還未夠 所以你會看到下面的東西我還未解鎖到 那我介紹這裡,我覺得是最容易賺到零石的地方 就一定是競技場 好,競技場,打排名吧 大家玩得這麼辛苦,就沒理由不告訴大家我多厲害 好,例如我現在看到自己三十多萬的戰鬥力 這一位人興三千多才得到萬多戰鬥力 那我就幫你抽一下,天仙用追 好,那我們來個比賽 應該就完全是剪壓的 因為雙方的戰鬥力差距太大了 完全不需要三藏兄和牛小妹出手 對面都應該是KO了 好,當你贏了的時候 你會看到手達上來 200個零石 那就拿了200個零石 很簡單 所以只要你一直向上爬 其實你已經可以很快拿到千多二千的零石 不相信 我們再挑戰多一個給大家看 好 這次這個也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看都不看了 skip了 挑戰上來 又是200個零石 嘩 所以大家一開始 只要你的陣容不差到去哪 而且你會選擇對手去打 其實你可以很快拿到大量的零石 之前就說過這個合體技 合體技 無論如何都要展示一下給大家看 現在就找一個副本玩一下 現在我們就選擇完賞委託 完賞委託 完賞委託 你會看到已經完成了 有個12個小時 有個8個小時 完賞委託的副本是什麼 就是我們會選一個BOSS 去挑戰它的領地 如果BOSS越高的話 難度就越高 但最重要的是 當你挑戰完BOSS的時候 就會有委託 當你完成了委託的時候 就會有不同的獎勵 看看我們有一個委託就完成了 你會看到很多獎勵 有銅幣 又有靈石 而且最重要的是 又有精力丹 而我覺得超級重要的是人心 你沒有人心的話 你的角色是升不到經驗值的 而且想不到 連雲匠的碎片也有機會得到 好 領取了獎勵的時候 然後你會看到 它又變回4個小時 現在我們試試挑戰這個 8個小時的領地 你會看到8個小時之後 有什麼回本可能會獲得 那我們現在就委託我們的角色 我們現在有一個超級超級打得的 唐三藏 講個題的話 其實唐三藏 真的不是跟以前大家認識的西牛企一樣 這個唐三藏在漫畫裡面 都是非常之打得 而不是每次要人保護的唐三藏 好我們就派出唐三藏 委託這件事 然後你會看到 哇 可以攻打地狂星 但你會看到 推薦的戰鬥力是45萬 OK 根本就不是我們現在的 這個level 適合去打的 那就不要做傻事 如果大家一開始 戰鬥力不高的話 先打著第一個波子 然後我們現在 委託了三藏兄 所以下面已經爆毀了 這個12個鐘的村民 和這個4個鐘的村民 暫時就做不到 然後日常劇本 也是打一些錢 經驗食 或者令你角色升級的 關卡的副本 我沒有記錯的話 其實應該是20 level 才會解鎖到的 剛剛都說過了 人心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大家想快點升到level 的話 一定要打這個 魂像經驗副本 先來一個挑戰簡單的難度 給大家見識一下 現在我們這個這麼厲害的陣容 一開始不會開到技能 你會看到HP下面黃色的格子 就是當你滿了的時候 你就會開技 對面攻完的時候 你先來一個一閃 哇 閃避了 對面這個金剛 有點厲害 所以你會看到有很多不同的技能 都是集中打前排三個 或者好像你的主角色一樣 特別一點 前排打一個 後面打兩個 哇 來啦 合體技 這招是超型 對面金剛那麼閃避了 剛才是左邊的金剛閃避了 現在右邊的支援金剛閃避了 哇 真是死了 但是你會看到三藏兄和牛小妹 都是很厲害 哇 傷害也是超級高 哇 帝色天 這招很帥 哇 超多支劍 哇 帝色天有沒有可以抽 我們這個趨勢是打一閘的 我們大家可以模試他 我們看看這個好打得的堂三藏 究竟有什麼材料 三藏兄 速度快一點 來了 道德心經 好帥 有個佛祖 但是 對面的金剛兄 又閃避了 有沒有這麼避得 我們前排已經死了 搞不定 我們有這麼打得的三藏 和牛小妹的話 其實真的不能輸 再說一點關於這個漫畫 其實這個牛小妹 也是代表之前西藏兄的牛魔王 現在這一套就是沒有了牛魔王 取而代之就是牛小妹 為什麼會沒有了牛魔王 而又誕生牛小妹呢 有興趣的話就記得自己走去看 好 我們看到三藏兄就這樣普攻 攻擊人也是非常大力的 完全是把我們本身的主角壓下去 當你完成了這個副本挑戰的時候 就可以獲得這個人心 按高塔的就是爬塔 當你爬得越高的時候 你獲得的獎就越高了 當你爬得越高的時候 你會獲得大量的元鐵 這些元鐵都有一個裝備的商店 讓你換回更加強的裝備 給你的魂像 這款遊戲也有不同的定時活動 讓大家去挑戰 例如這個每天12點和7點開放的 旅團首領、旅團答題、旅團試練 而且你會見到246也會開領地戰 還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讓大家去開放 你會見到有些80級才開放 我相信大家都不會一開始就解錯到 但大家都會見到 有很多30級才開放的活動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而在最近這款遊戲也有這個女團 也就是代表工會的系統 所以如果大家一班朋友一起玩的話 強烈建議大家組一個女團 互相交流 還有這款遊戲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活動 但因為真的太多太多不同的活動 今次就不跟大家介紹 留下大家自己去發掘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款手機遊戲 現在這款遊戲將會在6月17日正式上市 大家只要這段時間去商店搜尋西遊 就可以預先登錄 到大家完成這個預先登錄 就可以獲得限定神像小禦 千萬不要錯過 如果大家有興趣玩這款手機 也可以在下面選擇 提供一招給你 今天就差不多了 希望你會喜歡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各位掰掰